字幕提供 欢迎大家来到收拾这一辑周末尋楼义 依然有个拍档 脱火叫Peter 我是Derek 今天继续邀请重量级的讲者 嘉宾 汪东敬先生 权业地产 Lawrence 总裁 上次讲了财政预算案 大家看到疫情之下 今天我们主力说一下 疫情之下是否在香港流市 大家常常都联想2003年 沙士的时候 等级好像没有沙士那些 情况是这样 Peter有什么观察 我反而会看双铺的情况 其实很多店铺都不是至今日子 但是似乎就是说 疫情之后 直接献验都很重要 甚至会已经说 我开餐厅仍然只剩佛之一 要关闭了 很多人都这样说 但是我们就看回 其实有些真的旺地方 又不是真的那么多隔壁 其实又会否反映 有些地区上的差异 我想现在 如果讲双铺先 我觉得双铺都很混雷 首先 我们搞清楚双铺的性质 因为双铺 我们经常说农市是说住宅 因为它有一个政府措施配合 令到结构性不同了 但是双铺其实是牛熊市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迟去监管 而它也真是累积了一些泡沫 双铺是一个调整时间 即使没有过去那八个月的天灾人祸 双铺现在也是一个调整期 是不是自由市场 相对自由市场上一点 所以就以市场 以市场调节 过去那几年就有些泡沫 即是牛市 到现在就开始要调整 而双铺的泡沫 真是发作的时候比住宅特别多 例如说一份租药 他都明白 几好租药 就可以用去推演到一个较高的卖价 曾经一段时间 一个估值 是的 就比较容易这样做 这是一个泡沫 很多时候其中一个不伐泡沫 泡沫都应该在这段时间爆破 就算没有天灾人王 现在我只会觉得平常心 如果我们说牛熊市是商铺 亦很容易评估牛熊市是如何变化 牛熊市是否跌到便宜的时候 有人接手 是的 宗求而已 很简单 大家都会计算到这个铺 市场效应 几钱租或几钱买卖 你会觉得接到手 有这样说 刚才阿滴达说 住宅和股市都很难收到便宜货 但这个说法放在商铺不适合 因为折扬几成是有的 不乏的 至于说 它会不会生意很差呢 有的 我都有做清酒生意 清酒生意 我们会见到 真的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发展商配合 会有1和9的分别 你那些是大商场 我知道 有些商场整个被帮忙 商场都要收 我有分项 你中了 我中了 我家铺没事 但商场有事 我中了 有个商场是挺好的 它有减租给你之余 减租给你 有报卖协议 不可以 但问题是 可以做一些销售计划 给你 这些销售 很帮到手 那些大业主 就有些策略性地帮助小商户 例如帮你搞一些营运 搞一些批评 看多些生意 又可以帮你减租 这是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消费社群 是很敏感 甚至很惊弓资料 你说 我们那区 在楼下 我们那区 有人中了 疫情 第二天 即是少了九成人 你说社会运动 更不用说了 人家今天出姿势 明天去 你已经 避了 你已经要清场 甚至乎 一早 管理处来说 我们觉得有危险 你收谱好不好 你可以回答不好吗 又收谱 事实上 就是有这个情况 现在是很乱的 很两极化的 因为我昨天去 去刺客市场 跟刺客人说 最近生意很差 不是 做到死 因为那些民生店 即是民生区 那些刺客市场 卖菜 已经卖了 因为每个人在家吃饭 反而那些很好生意 做生产 好生意 香港消费市场 有一个出名的股市 就是说 某商场就抢厕子 但是呢 楼下街市 厕子还堆积如山 香港的消费组困 是很疯癫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为何每一九之分 就是这个商场 疫情我不能去 这个商场 昨天有姿势 虽然是唱歌 而已 我不去了 于是 所以说 只有一个商场选 不然有商场选 三个商场选 这个便做到死 这个两个便剩到死 这个是会出现 尤其是 我做迷迟生产 好体会 说真的 我们讲投资 现在没得估计 但也有一些砍价 的盘出来 现在这个时候 好像沙士 很多生意 包括我们公司 那时候沙士之后 就入场 因为那时候 就是用家市场 就可以移价 其实你觉得 是不是一个时候 去被人去创业 就是用者进去 趁平租 可以有得谈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 如果铺市 是牛熊市 我们就用牛熊玩法 牛熊玩法 我们熟 别人恐惧 你就贪玩 是的 你等到到底 你等到到底 你就接货 用回这套都可以 我都希望我买到 幸好有好朋友 其实我买东西都很顺利 因为我都是投资专家 但我早两年有一次 就想买商铺 谁知道 就被人摘捕 然后我跟老友分享 有两个铺王 老友都叫我 不买算了 现在很高 要请你吃饭 哈哈哈哈 差不多很多球 但是住宅又不同 住宅就是龙市 龙市 你不要说 有什么特色呢 很多人都未听过 龙市特色 其实我本来 这半年都少说 因为 其实我不想用新理论 去appreciate 很多人都继续问 事实上 那个figure还合用 为什么我说龙市呢 因为我想用这件事 来回应刚才 调放海说 为什么等不到便宜的东西 我觉得股市也是 香港住宅也是 其实都是宏观条红 因为政策上的扭曲 政策上的扭曲和限制 于是令到他们有的特色 第一 没有泡沫 因为不断砌你 香港有楼市有楼市辣椒 不断砌你 不断砌你 不断去除泡沫 其实这几年股市 都是经常主动自爆 主动政府出手 令到你少爆破 而且他就算职业不好 他没有选择派息 最阁眼前例子就是汇丰 他说明给你听 未来几年都不好 那派息呢 派你这么多息出来 最多不会扣股票 所以他说 为何股市跌不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很多的所谓大蓝筹股 即二三线的股个别 他正是说大蓝筹股 他的息率很高 他根本就没有跌 我认为常态 当经营者或庄 其实他实力洪厚 实力洪厚 有一个优势造成的 因为你几有钱都可以输身家 但问题是当法制限制你 不让你乱博的时候 其实日本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即一大班很有实力的人 他被限制你的投资活动 于是他有实力 再加上没有投资 便变了钱剩多 借太少 所以现在整个结构 我们说农丝结构就是借钱少 资金多 楼价高 以及供应有限 这几件事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改变 我之前发表过二万六理论 几个月前我发表过 我觉得中央守住二万六 守住二万六 我说二万六至二万八之间 之间徘徊 我看法是这样 其实我看到宏宏条红 我不让你升 腾讯的玩法转了 近年 为什么呢 以前是很龙市 巩固完升 现在就变成了 好像腾讯 甚至未来的阿里巴巴 都可能是一个 区间上 一个控制住指数的调节指数的股票 我们看到这个控制 无论我们怎样评价都好 但证明我们的市场 是有一定的限制 而令到去出现刚才我们说龙市 那几个情况 其实前几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恒指就升六十几点 但计回腾讯令到腾子升 就七十几点 即是说腾讯以外的股市股票 其实跌了十几点 所以阿里巴巴加入之后 我们就写了 就是看到大局受控制 即是说如果我要你升的时候 我之前不让你升半年 现在我要你升的时候 所以如果将来经济好 它要指数上升 也只要让腾讯升 还有阿里巴巴升 那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古文的玩法 我不是股市评论员 即是我觉得 我分享我 农市里面 即是说现在因为住宅楼市 因为已经没有了短炒 那些炒家 基本上已经很健康存在 无论需求被压益了 供应也被压益了 突然被锁住了 所以变成就 它想好像去回沙士 那种跳崖式 因为那些就没有可能有了 基本上 大家都很有实力 即是说我楼 跌价我就不卖住了 是吧? 你想买都卖不到 我不卖住了 是吧? 明白吗? 即是那时候的情况 买家很想买都卖不到 一出来 一个很便宜的 可能五六个走去抢 很快就被人消化了 其实变成了 只会不跌不升 或者这样的情况 大家交着 是吧? 我不同意交着 我觉得 它会重新找底线 再拱固向上 那底线在哪里? 因为农市只有十年 十一二年的数据 如果用我们 2009年之后的数据 有四次农市 即是农一 农二 去看法 其实我们 现在 香港全港性计算 楼价距离 上次农二 巩固了谷底 大约5% 我们今次应该比上次高 但问题是 其实我们跌得极限 我们认为 在数字上去看 5% 屯门来计 就10% 不是 屯门楼价不值 所以跌多些 而是升跌也会大步些 步幅是会大步些 即是升值 又调整又翻墙 或者可以打回原形 是否跟一两年之间 我又不会神化 但问题是 很难跌得低 而且 如果万一跌低 比较容易 很快反弹 我会这样看 比较科学 即是 从12年的数据里面 找到区间 对 对 对 我们要等到天灾人磨 才出同事这本书 很期待 很期待 因为我们觉得是一个好机会 等天灾人磨练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数据 演练了整个模型 对 如果过了这两次 我们的理论 都印证了很多 所以我们最后 又开始发表 那种族要求 很期待 因为等了很久 不好意思 没事 没关系 我认为是很认真去处理 是的 因为很难得跟你合作 不要这么说 但是 现在开始的楼市里面来说 刚才说 就是说 亦都在区间里面做 可能跌回5-6%去做 好了 我们说回区间 现在 好了 当我现在是潜在的买家 我应该哪些区域 值得去考虑一下 第一件事 分开几个 有一些当然是自用 另一个 就是说投资 去自负 增值 先说一下自用 你会怎样看 其实呢 我便不会买发展 现在的地步 很多区都很正 因为 为什么呢 就是 其实 现在的 售买力 是抑压了8个月 而8个月前 刚好龙市 巩固了一段时间 即将向上 谁知道 天灾人望 不让它向上 人望天灾 不让它向上 所以 我们继续巩固下去 对不起 我想有一点 我们现在的楼市很巩固 但有些东西 我们虽然控制不了 去影响我们 譬如说天灾人望 但有些东西 我们控制不了 让它上升 第一 如果全世界继续引人资 我们面对 涌入的资金会更加多的时候 如果楼价不向上 不是好事 我们烧了 所以 变成 如果我们继续涌入 我们继续涌入 所以我不同意 有盲目追求楼价 楼价 楼价应该和资金量 增加成正比赛 第二 第二 如果出现 我们影响不到的 譬如 如果 欧美 尤其是美国 出现 经济上的考验的时候 一定有部分资金涌来 香港 因为 香港的确 虽然有了社会运动 但正确 在国际上 仍然是相当有安全性的 紧有的金融港 甚至乎 我们的稳定性 其实比 紐约更加好 有很多数据都看到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就会出现 2016年 脱欧投票那次 一脱欧之后 订了说要脱欧之后 香港的资金就有很多 这些都会令到楼价 会出现很大上升 所以我们会跟着 数据走 如果买楼是怎样看呢 我们看两件事 第一 我们看杠杆 因为杠杆出现了很大变化 所以楼市没有 杠杆就是800万以下九成 原本买550万楼的首期 可以买800万 即是买楼已经 这是很大突破 可以赚一赚林郑 因为买楼已经不同 首期无关 没有可能说你两个人 存不到和你入息相符的楼 一成首期 这个不合理 因为买楼是纯粹收入做决定 你买什么楼就在乎什么收入 但现在的楼是有足够的板块 300多 400多是有去付的 但不要忘记 它放松了800万以下 这个高杠杆 高了很多杠杆 加杠杆 仍未反映在楼上 所以 600至800万楼 原本的楼将来会升 将来会大一点 第一 买家多了 第二 我们应该看动工量 和落成量 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单位 被人一个切了 两三个 变成小单位 数字游戏 原来我们所谓的 供应多 是减少了两方和三方的供应 去满足我们的工多 即大单位少了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 在某种人来说 我们在做减少单位的供应 而且是大量减少单位的供应 类似的图表 我有发表 在这里可以画图表 我们可以分享 我会觉得 看着图表 你就会看到未来 什么楼是期货可居 例如 如果两房 本来两房是上车单位 将来会变为换楼单位 零房至一房 会换上去 以前买房 买两房单位的人 可能是最草根的人 现在是一个万多元一尺 单位的业主 应该要留意 两房一级人 三房如果是600至800万 这些将来会升得很多 将来分阶段不是有没有楼 将来分阶段不是有没有楼 将来分阶级不是有没有楼 是有没有房 有多少房 一房归 两房归 三房归 这是一个事实 这些年轻人需要告诉我 就是说 你家屋有多少房 三房 不是 他们不是房 他说 你来我家吃饭 我的cup house很正 其实可能是住 零房至一房 但他说 你来我家吃饭 我老婆手势 这段时间好很多 即是我有厨房 我有厨房 我有厨房 这个是grade 是没错 我们讲笑讲单问题 正确这是苦笑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现在资业良景不错 因为仍是一个低息期 而且租金是高过第一期公楼的息 普遍上都是 即是公平平过租 是的 没错 息是低过通胀 理论上 我们现在这个处境是借一日赚一日 我不是唱歌流声 是可以说他有什么优 有什么喜 我们都照说 我看法是这样 其实就是反映了 林郑之前的放宽二案 解决了部分买不到楼的人的首级问题 刚刚财政司司长说 固定利率解决了收入不够的日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 我明明不加息三里 我都可以买到 为何你硬要计我三里 那你计定息 一来都不用加 那他便用少些人工去借大些的钱 其实我觉得严格执行的入息比率已经很足 如果你很硬硬 严格执行 我够收入 你便可以给他买楼 他剩不剩钱 你不用帮他想起他 怎样做人 但他的权利就是 我有什么收入我应该要买楼 我们应该要给他 政府和社会应该要给他 有足够收入就要买楼 我们加那么多东西 有些人不合乎附加的东西 因为买不到楼 这是一个贼夺 本来有你贼夺了他们 我看法是这样 投资者又如何自处 这个时候是否一个机会入市 每个投资者的处理不同 如果他是第二层楼 第一层楼一定是最买得过 因为你可以赚租 还可以赚很多优势 但第二层楼可以有多些选择 例如可以楼换楼 换大些 有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例如说 如果有一个纳米单位的人 不要说是否纳米单位 有任何人去找到一个 更加理想 在现在新处境内 更加大机会的 他可以去换房 尤其是三房 两房换三房 三房有很多抵买的做法 当然 如果作为一个比较 已经上了手的投资者 如果我是 我都会等 我和自己赌米做生意 我认为民生铺都不错 都吸引的 就是民生铺 你最好知道民生 最好是你楼下 这间铺 怎值三万元租 你知道有多少生意 用真租值 市面上有真租值 和真假租值 假租值 可能给你租药 不知道是否真 如果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但是真租值 就是民生铺 你容易知道真租值 你知道下面的面包铺有多少生意 是不是 我都买过面包铺的铺 我知道 在铺铺铺很新的 民生铺都稳固 但是照样抗跌利子高 但是有些 比如现在自由行 我觉得畜生比够重灾区 的 horary 刚才 Podcast 牛市和熊市 是否应该都会反对 人牌多 PP 连锁店 會狂样 有珠寶公司 有快餐店 甚至大饮食集团 我没有资格留言 假设用牛熊市 人家恐惧我们贪婪 都要配合新的常态 究竟以后是否这样卖东西 有没有基本因素改变 可能每个时代过去都会有些行业不见了 每个行业过去包括8384或9798 都会有些行业新冒起 必须要配合新的节奏 当然现在新的情况买铺投资 一定是有机会被人搬拦你家店 这是现实 要计算风险 要买这个保险 不是看经济 但问题是市场很公平 如果真的常态是会有这样的危机出现 持续的话 一定会反映在价钱上 这又是一个旧式的经济玩法 你阿福得起便去 我会这样看 挺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中肯的意见 其实现在的股值价值 其实全部都反映了所有的 自己计算数 你觉得亦能明白 亦能够分析到将来的基本因素 你再进入下注码 我觉得十年后 看回头 现在会是一个投资良机 但当然不等于说 你现在买每样东西都中 内地买房子的升值率高于香港很多 我不会觉得这个升值率不会持续 但你想买中东西都不容易 是吗 这是一样 即是说 你要做功课找一些合适的 市场我觉得经济是循环 地球是圆的 我会觉得 即使机会和危机不断交替出现 我认为我们不要怕危机 我们最重要是两力而为 疫情里面 其实可能四五月 已经慢慢改善 中国至少可能不会 其实这样会不会 都是一个讯号 是楼市也会开始 我相信是的 因为就是要留意就是说 我认为后来的效果不会差的 经济效果 我认为不会令到中国经济停滞很多 不要忘记我们 疫情我们先受了 在下半场就是很大机会 就是中国和香港较稳定 而全世界正在适应 而整个疫情经济学 即是说在疫情上的工业 中国现在仍然是最发达的 比如以口罩为例 听说现在中国就说 一天就做一亿 现在已经加到五千万 由三千万加到五千万 其实进展很大 如果当海地球完 第一站走完 即是说中国的优势 就是面对管理到疫情 所以我又不觉得一面倒看差 中国经济绝对不是 我们刚刚去澳洲 很多人说 中国还有能力控制到疫情 那些行政手段很到位 你说在澳洲 真的没有什么自由的国家 在其他自由国家 哪个会理政府去做 这些禁制的事 所以变成疫情可能会继续下去 而且这可能变成落地 身感变成一个风土病 我想是 我都熟悉外国 日本我又买日本酒 以日本为例 我想它要过多 最快要过多一个月至两个月 才适应到香港这种方式 即是说几乎肯定 除非天气令他们退 否则靠人去抵抗 外国很多国家 没有香港 我们不要说内地 没有香港的水平 因为香港试过沙士 沙士那段时间 我们死了二百多人 令到我们这次应变 虽然有些人说过分恐慌 但其实是我们应付到 外国就算好像日本那麽强 他们的人很干净 但他们不懂 他们的安全是源自大家都这麽卫生 他们不懂处理外来的疫情 他们很多样东西 画不到界线 所以我想他们还要 起码一个月时间 现在日本和东京 都一半人戴口罩 北海道已经开始严重 都是十分之人戴口罩 医生都领了 医生的病人都领了 医生的病人都领了 包括到我故事 其实我认为都是一个 全人类要面对 所以变回来 如果全人要面对 就不是哪个领 是哪个行动得好 我想在疫情之下 我认为人类更权 关于经济和社会 有很多对中国的封锁 我相信大家容易得共识 我相信可能是今次的 后景会不错 我看法 所以我又觉得 又不要看得好 我不乐观 我天生乐观 但问题是 又不要看得好 又不要看得好 又不要一面倒 两面都看看 可能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投资 投资目标和方略 好 今次很完结 说回疫情上 或未来 把整个楼市的法谋 我们很详细 也看到有牌有鸡 我期待 又过几个月 又找回 多谢 商量学义 和你那本新书 我期待出现 又介绍大家 下次又可以搞多 有本书 可以搞下一些 再说 令大家可以认识到 在特殊情况 因为都是你自己创出来的 牛熊市 大家都知道 龙市都是新概念 因为在政策影响下 出现了新的市道形态 这些很值得大家新学习 为何我们想出这本书 为何讲龙市 其实那几个因素 我们一直用来评估牛市 但为何我们要去理论化 因为很多人当了龙市二旗 入货时候 就当了是牛市 牛市的牛三 当你当了龙二是牛三的时候 你眼睛见到四次入市时期 你错过了 我只是想刺激大家想法 去掌握调整期时 如何看 好 期待再和Lawrence合作 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区区寻楼》 欢迎大家收看《区区寻楼》 我们接触上次说的 全文社入役的Peter 帮大家去找找每一区好的选择 最近发觉 楼市对卖家不利 要劈价傾销 甚至乎有些豪宅 迟货十年还要输一球两球才要离开 不如今天谈谈九龙塘区 这些传统豪宅区 其实有什么情况 可以看到 区区有什么好提示给大家 九龙塘大概是位于 温打路道和冬铁线中间 一个长刃的地方 但其实有一个很出名的卖点 他一来就是一个41号的小学校网 第二方面 他亦有很多国际学校在那里面住宅 名校区 所以双重的优点之下 令到有部份的买家 都会看重这些教育方面的因素而入场 而另外就是说 他的生盘很多时候 其实是在笔架山山脚 现在也有些正在 譬如你去诗子山隧道口 你直接看到 诗子山隧道口也有家 始终就是说 平地那些地方都已经发展了 那些只要重建 新的项目就唯有在 笔架山山脚里面开山去建立 所以如果用来选择 譬如新口好些 还是近住火车站 达之路 达之路以前大家都知道 是一批商人开始去建立 那里传统别墅区也好 或者慢慢有一些低密度的豪宅 那些是否首选呢 其实九龙塘站 另外一边就是又一村 那里面多中有一个屋苑叫又一居 那就是区内少有的 私人屋苑格式的 是 较较较多些 是的 他的选择会更多些 是 反而这个九龙塘和又一村的主流 是一些桥独立屋 是 或者一些叫做低密度的楼 因为以前他始终 因为他近机场 都起得不高 是 所以形成就是 在那里的选择 其实你也是 除非你说 我好大笔架 我是买得起独立屋的 如果不是 大家可能会一些 较为集中去看一些 譬如说有一居之旅 譬如说单位面积 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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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一定是要在街街以北才是41 很多时候 就是开街不是那个校网 可能设定点 卖点方面又少一样 那就没那么值钱 是吧 可能少些人会去争 好了 譬如来说 那里也是很多一些大学区 有些的 譬如做学院的地方 城大 城大 还有什么生产力推进局 有些非工业又是学术性的地方 会比较多些 所以就 但如果有一些 又向山上 不假山那些考虑 你又觉得怎样比较呢 即使不假山那些 都有一些是大的单位 是 在山上 有一部分是小型一点的 譬如说在屋苑里面 会有一些独立屋 嗯 但是说真的 你住独立屋 那当然是 寧可要一个 平地上的一个数字 而不是说要一个 屋苑里面的一些独立屋 因为独立屋 和高层单位 亦都是混为一体 嗯 在一个叫私隱道 或者 罕见程度来说 那些就会差一点 嗯 另外有一个地方 叫做广播道 那边有一些 较老一些 耐一些 那些 的扭龄 较高的一些 低密度高层 那些东西 值不值得大家考虑一下 那些曾经十几年前 都有一个叫做收购潮 嗯 当然了 现在你都会见到 个别的一些地方 都会 联合拍卖 业品份 多少一起拍卖 因为始终 就是说 香港市区的地 其实都发展了 嗯 那越多的新的供应 就唯有是重建 是 那你见到 你见到 广播道一带 或者是 或者是 其实是 九龙城 就是去牙前 或者去牙前 都是很多 细地盘收回来 去重建 嗯 所以变成 如果是九龙城一带 那些旧楼 其实都有一个 重建的可能性 在里面 ok 那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那一区的重建 那边 也可以考虑一下 新发展 那我们很感谢大家 讲一下九龙城 我们下一集 又讲一下另一区 好吗 那ok了 那多谢大家收睇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拜拜 大家好 欢迎收睇 良准有计这个环节 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讲 关于楼市 一些有趣小知识 那 我们在楼市 发觉那个成交额呢 就是那个楼市的成交价 那 经常都出现了四个数目字呢 是大家都会 经常提 或者是一些 成交价格那里呢 是很容易见到的 那这四个数目字是什么呢 就是 四百 六百 八百 和一千 那意思就是说 四百万 六百万 八百万 和一千万 那这四个数字 有什么特别呢 哦 原来这四个数字呢 就是说 它可以做到 高乘数按揭的一些门槛来的 例如呢 在去年特首未公布 放宽那个楼市按揭上限之前呢 那四百万以下的楼呢 就可以透过按揭保险 去做最高九成按揭 六百万的楼呢 就最高做到八成按揭 那所以呢 很多人如果买楼的话呢 都尽量想和业主谈 是否可以四百万 或者六百万成交 那就令到它可以做到 高乘数按揭 那自从去年呢 特首公布了 可以提高那个按揭乘数之后呢 那个上限呢 那楼价八百万 一千万呢 就变了另外一组神奇的数字了 因为呢 八百万楼下的楼呢 就可以做最高九成按揭 一千万楼下的楼呢 就最高可以做八成按揭 那这两个数字呢 高乘数按揭呢 就只是给一些首置人士 和他们是有固定收入的人 才是生效的 近期呢 楼市呢 都多了一些成交呢 是很接近八百万 或者很接近一千万这个数的 这几个数字都相当之有趣 今天讲到这里这么多 大家如果对楼市有什么疑难 可以在下面那里留言 那我梁俊就会逐一为各位解答的了